回顾新北市都会去原住民族群居聚落的发展历程 30年前政府市三峡地区大汉溪行水区的原住民族聚落为维章建筑 而屡次拆除原住民家屋 终于在2002年新北市原民局突破法令限制 以专案特准方式为其家户编定临时门牌 并逐步解决族人涉及旧学及满足部落宫殿等基本名声需求 直到2016年采333模式专案贷款 由族人自立造屋 42个家户在2018年完成安迁至三峡原住民族生活文化园区 称为三峡聚落 而这里的打路案聚会所终于在12月20号落成启用 看到这个园区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这个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原住民族 在都市的原住民族营造一个都市聚落 非常影响的一个园区 对都会区原住民族人而言 聚会所与族人生活密不可分 可以作为老人日拖关怀站 也可自办市集活动 传承互助合作的族群核心精神 当然聚会所有很多的一个功能 可以传承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比方说母乙还有风年祭 很多的一个文艺方面 可以在集会所里面可以互相的 彼此鼓励 祭典是很大的帮助 就是像风年祭这种活动 就是像我们有些青年会 有些会有那种文创的东西 我们也会在那个聚会所举办 三峡聚落的达罗安聚会所 由中央圆明会挹注经费 保留原木外墙设计 结合周边地景元素 为居民量身打造而成 我们利用前瞻计划的预算 补助新北市政府三千万元 来协助我们山林部落的公共设施 那这个公共设施 包括我们的艺文广场 还有我们的农耕区 还有我们运动的篮球场 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聚会所打楼案 我们原生菜农园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野菜农园 我们都利用这两个场域 我们让我们的族人 自给自足之外 还可以把耕作的传统的 一个我们的植物 包括我们的食材 都可以做很多的销售 新北市第一座示范型都会区 多功能聚会所落成启用之后 未来将与台北大学等 邻近社区连结 扶植聚略农场等 原民经济产业 也是新闻 旧谷迪弗路安 许家荣 新北市三峡采访报导 新北市三峡采访报导